不要弄啊 Q-5-5-5 那像我们说是 吃年夜饭有什么经济啊 第一个 很重要的是 记得年夜饭不要吃风 因为中国人还是有那种 年龄有余的概念 第二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不要冷清 不要冷清不凉哦 吃饭的场面不要冷清 不要弄啊 Q-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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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这个感觉不是很好 菜色也不能冷清 最豐富的人 你常常就要在这厨界展现出来 看看它有没有什么菜 代表过年的 长年菜 客家都吃长年菜 长命百岁 对不对 如果你想到 韭菜就一样啾啾了 还有一个菜头 菜头 葱菜头 对对对 对对 年年有余 那另外呢 像是这个糕点 代表不高深 水饺就代表元宝 第三个呢 在年夜饭里面 也很重要的是 千万不要跟上 难得一家人聚在一起 不舒服的话就不要谈 如果像喝酒的话 就喝多 喝多发酒疯就不好 包红包也要先进 第一个 千万不能包单速 第二个呢 红包收到之后呢 一定要放在枕头底下 叫压世纪 放到15之后再拿出一花 最后一个 最重要 不过是你们的专长 嗯 就是你们的专长不是熬夜 尤其呢 在守夜的那一天啊 尽量晚睡一点好 因为呢 只要守睡的时间越长 就等于是帮我们这些 这些长辈起 也不要一等躲到自己房间 必须要聚在一起 那感觉才会好 总裁知道 祝大家新鲜快乐 明天再告诉各位 不知道的是哦 上方大方 祝大家农典型大运 祝大家同邦大东邦 祝大家千千万好宅 来 炒饭祝各位龙年万事兴隆 今晚会就把你练起来 好 OK